在很多公司都要提供同事接觸某些資料 當然當中有些資料會比較敏感 但又有一個兩難 用戶有權接觸那些資料 其實就很難去控制他怎樣去用那些資料 很多時候就不小心,可能會有一些外洩 所以我們的軟件的目的就是在這裡做功夫 當他有權去接觸他的資料 究竟他有沒有權去抄走 有沒有權去送離開公司以外的地方 有沒有權去印刷,甚至是CAP screen Copy and Paste 出去 這些我們都會控制的 最難是他又要用,但又要控制 兩年後我們就將我們E-Locker 延伸到CETV 其中有一個最主要的功能我們做了出來 是涉獵CETV的 就是我們叫做on screen watermark 因為現在大家可能比較擔心 他可能覺得有趣的 拿手機出來拍照或錄影 然後就放在群組上或者放在網上去分享 覺得有趣的 但是就對公司造成一個很大的壓力 但是如果他看到那個watermark 是有自己的名字的 那是Kelvin的那部機 按道理就 他就放下了 正常地他都不會放在群組上 那我放進去 其實一樣的 不過大家已經看到有兩樣東西了 第一樣東西你看到 右上角都是有我們紅色的按鈕 影片的系統已經受我們E-Locker 控制住了 那些權限亦都配合在上面 第二樣東西大家看到 就是薄薄一浸我們有個水印在 那這個水印在顯示 現在顯示的就是我的用戶的名字 就是Kelvin 在哪一部機 IP address是什麼 時間 我照樣進去使用 基本上 本身系統的功能我們一定不會改變 因為跟剛才我們Excel一樣 它是Excel就本身是Excel 只不過我們E-Locker是加一些控制 所以例如我進去我的Live Feed 你可以看到 亦都有水印 很經常做的動作就是 譬如一個網站可能發生了一些事情 可能就是要推出一些影片出來 跟著給一些相關的同事 或者給總部 去review整件事 好了 那這裏就是最大的問題 如果我嘗試把一段影片 我把它推出去其他地方 即一些不受控制的地方 例如我放在我自己的桌上 可以把E-Locker的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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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E-Locker桌上去 可以把E-Locker桌上去 所以你會看到 同一個訊息就跑了出來 告訴E-Locker桌上 可以把E-Locker桌上去 你只可以去這些位置 我選對一個位置 即在一個受控的位置 按OK的 你會看到 它現在在輸出 就不會像剛才 不讓我這樣做 即不會停止我 拍照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Watermark on screen Watermark 那個部分 去照顧了 就算拍照 也有它的水印 它不可以到處放 接著是Export Export 現在我們剛剛在做 你看到 它去正確的位置 它可以的 現在已經做完了 你看到這條影片 就勾了出來這裡 總部的同事 進去這個位置 它開回這段影片 它就看得回 這段影片 都是以我們E-Locker的控制 即是說 整個流程 由剪片去看 基本上都受我們E-Locker去控制 無權都是抄不走 也有我們的水印 這個就可以做到Export 接著就是Dutch Build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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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各位